這麼多次 根本就是視若無睹了 根本就把你金管會把你剪掉 當做是塑膠了 他愛怎麼內線交易 就怎麼內線交易了 愛怎麼吵怎麼吵了 在這邊就是明年的選舉 經費都穿好啊 這個是西部高鐵的長度跟招架 這個是北宜高鐵的長度跟招架 你覺得合理嗎 民進黨幹得出來 我不曉得為什麼50公里要1700億 剛剛鄭麗文講 那個為什麼不去查高端 就不能查啦 那為什麼不去查宜蘭高鐵 誰圈地查不出來嗎 為什麼查不出來 他就是不去查嗎 好 你看這一連串 這麼大的一個表格 都是出現股市交易異常的一個 你看這麼多次 全部都有股市交易異常 這就是高端的股票 其中好 1 2 3 是最爆量的 這是發生在什麼時候呢 這是發生在這個是在高端 那時候有沒有記不記得宣布說 跟美國的國衛院要合作開發疫苗 哇 好像跟美國合作很厲害耶 結果在他宣布這個訊息的前兩天 看到沒有 高端爆量349.3% 很多人都為什麼會知道 要趕快在這個時候買進高端呢 其實這也沒什麼 這是虎外外行人的啦 跟這個國衛院開發 大家還以為什麼很厲害很了不起 其實這也都是炒作的 好 沒有關係 但是重大新聞發布之前 哇塞 好 然後你看1 2 3 4 都是一樣在高端有動作之前的兩天 前幾天馬上就會有爆量的交易量 而這一次是高端有負面的訊息 就是說高端就是說大話啦 結果沒這回事 說跟馬來西亞的公司有合作 好像可以在馬來西亞取得這個EUA 哇 馬來西亞是大國啊 但結果完全沒這回事 所以在12月31號要出來高端證實說 沒有沒有跟馬來西亞公司 結果在他宣布這個消息的前三天 有沒有看到 484%有人知道要脫手啊 所以那天股票當然是大跌囉 所以不管是漲或者是跌 前兩三天就馬上有人知道了 這會不會太明顯了 好 這一天是大家都知道的 就6月10號就是所謂的 高端解盲宣布的那一天嘛 宣布了之後馬上就拿到EUA啦 就在他宣布的前兩天看到沒有 交易量暴增啊三倍多 367.8% 所以這麼多次 根本就是視若無睹了嘛 根本就把你金管會把你剪掉 當作是塑膠了嘛 他愛怎麼內線交易 就怎麼內線交易了 愛怎麼吵怎麼吵了嘛 在這邊就是明年的選舉 經費都穿好啊 大家聽到就是這樣啊 還不去查 東陽可以查成這樣 高端你也稍微演一下嘛 好像要查 大家也知道你後來可能會查不下去 連演都不敢演耶 哇塞 高端後台有夠硬啊 好所以呢賴事寶就說啦 這個炒股的嫌疑比東陽嚴重太多了 金管會跟檢調不應該雙重標準的 高端的李思賢就說 我們發布中大訊息 都是依據主管機關跟法令要求 這就不痛不癢了啦 講了這句官話 那到底是誰在炒高端的股票啊 是誰在給高端撐腰呢 趙少康就質疑啦 說現在外面在傳啊 哪個黨啊哪個人啊 明年的選舉經費通通都有了啦 所以呢要破除這個謠言 你應該好好的查一下嘛 還他清白也好啊 檢調為什麼不動不查 他們可能怕得罪蔡英文嗎 總統的膀子都脖 這個膀子啊就手臂啦 都給了高端了 所以呢當檢調看到總統跟副總統 都這麼異常的支持高端 他就不會因為股價異常而去調查 基本上就是一件非常異常的事情 一個連二期都沒有做完 沒有三期居然可以拿到EUA 而且還提早簽約 一個呢在製造的過程當中 這麼不順利 但從頭到我們的指揮中心 就被幫他大大的宣傳啊 好像是高端的公關一樣 然後呢總統啊 民進黨所有的高官都力挺高端 在這種情況底下高端的股票 當然是哇塞 水漲船高啊 這麼樣神奇 這麼樣離譜的故事 會發生在當今的台灣 難道我們的政壇 不是出現了什麼奇怪的現象嗎 大家用膝蓋的想法也知道 我也很好奇 為什麼一個宜蘭的高鐵 可以炒成這樣 我真的滿差異的 我也不是很明白 為什麼每次聯合報導 要做這麼大 就一個高鐵的宜蘭的站 然後一直炒一直炒 那個漢雲我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那屏東高鐵要設哪裡 這個不是說屏東 不能再做隨位 那觀眾朋友宜蘭縣長是誰 你看到各方人馬這樣炒一炒去 怎麼都沒有宜蘭縣長的角色 宜蘭縣長是國民黨籍的 不過這個剛好可以證明什麼 證明這個縣長 他是清白的 跟他都沒關係 你都沒插到手 你確定是官長 官長應該是有大權在外 跟國民進黨的你拉 民進黨的李煥義長 民進黨的李偉 那插了插去 甚至還有 我對陳明文覺得很奇怪 你憑什麼嗆部長 幾位幾校沒解決就要下台 你是誰 你把蔡總統當什麼 是你決定 所以可見這個 我覺得很遺憾 我不太懂為什麼評估要7千萬 所以觀眾朋友沒有可能我入錯行 我坐這裡是要創下 你現在才知道你入錯行 來…我給大家算個數學 我真的覺得是不對 真的這個做名嘴實在是太丟臉了 350公里5千億 請問50公里要幾億 小學生都會 霍雲兄你數學好爛 我數學有夠爛 我大學連考研低標都沒有 答案是1千7百億 你一定不會算對不對 這個是西部高鐵的 長度跟造價 這個是北宜高鐵的長度跟造價 你覺得合理嗎 民進黨幹得出來 我不曉得為什麼50公里要1千7百億 是我數學不好 還是你數學不好 我相信已故的宜蘭縣長 陳定然一定很 在天治領域上的遺憾 陳定然先生離開之後 宜蘭蓋了很多我們俗稱叫狗農 其實是農舍 搞得亂七八糟 全國農舍密度最高的是哪裡 就是宜蘭 所以當年陳定然他擋住了6千座 你們不要來這邊 希望南洋平原能夠守住一塊 綠色的這個 結果你看後面 除了國民黨一任現場 那鋁國華嘛 其他通通都是民進黨 不要說宜蘭是民主勝地 民主就起勝地了 你看這圓 鋁國華之外 那些濃色的密度 我們現在說高鐵這6個點 是不是有人在圈地 是不是有人在草地皮 你看到剛剛正立委員說 那個為什麼不去查高端 這不能查 那為什麼不去查宜蘭高鐵 誰圈地查不出來嗎 為什麼查不出來 他就是不去查嘛 所以他以為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我們當年在看這個 內線交易的時候 就是炒股票這個時候 為什麼最後會這樣 其實就是兩個 兩類的人參進去 之後案子就糊掉 第一個是調查局 當調查局在炒股的時候 他就不會查 我查自己立馬好了 第二個是媒體 我們媒體就是記者 自己都在炒股了 我就想鄭麗文的公司快倒了 施政鋒的公司賺很多錢 當調查局跟媒體 也在炒股票的時候 基本上這個 我不曉得高端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當年的靖永案 靖就是那個很強勁的 永遠的永 我們當年的靖永案 就是我講的這個狀況 好 更多